我非常的難過 不捨 雖然我們盡了全力 我完全可以體會 完全可以了解 我們都是為人家的爸爸跟媽媽 哽咽落淚 不捨四月份 兩歲男童恩恩染疫送醫不治 性別大家長侯友宜承諾 不讓憾事再發生 但時刻近約恩恩送醫前 消失的八十一分鐘 真相至今卻還沒水落石出 能夠他所要求的 我們能夠按照所有相關規定 全力來給予協助 人間強調會給族該有資料 但事實上恩恩罷從5月29號 首次要求送醫前各單位通聯記錄 等到6月5號才陸續收到 1922和119勤務中心部分記錄 是否做法宛如吉亞高 當初聲稱錄音檔有個資疑慮 無法提供 6月6號還請恩恩罷親自到消防局 聽錄音檔 事後卻爆出案外案 原來當天消防局模擬還原 內部人員製造假暴案 我支持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 捍衛他們的清白跟真言 這把輿論之火一度燒向消防局 現在回頭看難掩模糊焦點的質疑 按照相關規定 消防局 衛生局都會給 始終說資料公開透明一定會給予全力協助 但當初給不出的很像錄音檔 如今被迫曝了光還沒有個資問題 也等於重重給了侯友宜一記大耳光 從一開始 新北市府就沒打算開城不公 述法前後部一夜錄音檔一一曝光 後侯友宜難辭其咎 環宇新聞林委屈白雲飛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